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2月29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洞察、中美贸易关系脱钩还是更深层次融合 李卫军、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在许多事情上并不一致 但在涉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他们的想法相似 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第二大经济体过于依赖 因此,美国官员们在全球游说友好外包的好处 即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风险较低的市场 商界领袖们表示支持,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疲软以及其动荡的政治感到真诚担忧 在收益电话中提到回流生产的评论数量激增 然而,这种说辞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 去年,经济学人杂志认为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许多所谓脱钩实际上是虚幻的 我们写道,更仔细地观察 就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仍然紧密 即使这一事实被双方的花招所掩盖 自那时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并加强了我们最初的发现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并未分离 事实上,对供应链的一些变化 可能会使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一个完整的中美贸易画面将涵盖服务贸易 包括美国使用中国应用程序和中国喜爱美国电影的贸易 但这些流动很难跟踪 这意味着经济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商品贸易上 海关官员可以相对准确地测量 在这方面,主要数据将让拜登先生和特朗普先生感到高兴 根据美国数据 去年,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 根据美国的数据 自2017年以来,来自中国的美国进口份额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 降至约14% 这种下降的一部分发生在特朗普先生于2018年实施高关税之后 另一部分反映了对中国领土野心的日益担忧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许多亚洲供应链将变得不可行 然而,主要数据并没有讲述整个故事 要理解其中原因 首先要从特朗普先生的关税开始 拜登先生基本上也保持了这些关税 在2018年引入这些关税之前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 美国从中国获得的进口远多于中国的统计数据 现在情况正好相反 中国报告称 其对美国的出口在2020年至2023年间增加了300亿美元 而美国表示其对中国的进口减少了1000亿美元 如果中国的数据是正确的 那么该国对美国进口的份额仍然有所下降 但下降幅度要小得多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措施之间的差距 咨询公司绝对战略研究的亚当 沃尔夫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认为这种转变反映了美国进口商 有动机在关税涵盖的范畴内低估他们从中国购买的数量 沃尔夫先生估计 因此美国现在低估了从中国进口的货物量 约20%至25% 与此同时 近年来 中国政府减少了对出口商的税收 减少了国内企业低估出口商品数量的动机 其他数据为对脱钩池怀疑态度提供了额外的理由 投入产出表 如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那样 显示了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可以追溯到其他国家 我们计算了对35个行业进行检查 在2017年 中国私营部门平均为美国企业的投入 贡献了0.41% 这听起来可能不多 但这超过了德国的0.38%和日本的0.24% 到2022年 中国的份额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达到了1.06% 这是德国和日本的增幅的一倍还多 很难确切地知道这趋势背后的原因 美国建立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努力 可能是一个因素 使得从中国进口的电气设备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美国服务业公司似乎也越来越依赖于 在中国拥有的知识产权 无论原因是什么 这些数字与所谓的脱钩难以相符 中国方面的发展也反对脱钩 中国领导人无意放弃其国家 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即使其最大贸易伙伴 只是半信半疑地试图将其脱钩 去年12月 中国的议程制定经济委员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扩大中间产品贸易 用于制造成品的产品作为优先事项 国有银行正在将信贷从房地产转向制造业 这增加了中国出口过剩的可能性 中国工业新巨头中的许多 如电池公司当代CATL 有机发光二级管显示器制造商 京东方科技集团 和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制造商 农机绿能科技 都有望从这一战略中受益 事实上 这些公司的增长已经产生了影响 我们估计 自2019年以来 中国的中间产品全球出口增长了32% 而其他类型的出口 如成品出口 仅增长了2% 这一激增是由对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的出口驱动的 这两个国家是美国政府首选的贸易伙伴之一 与此同时 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也在增加 从2017年的美国货物进口的4.1% 增加到今天的6.4% 总的来说 这些趋势意味着这两个国家 经常充当类似包装中心的角色 用中国的投入制造商品 这些商品将被运往美国的海岸 在全球范围内 许多这样的安排正在出现 以印度为例 该国政府正在努力建立其制造业基础 在补贴推出后 手机出口激增 表明印度正在吞噬中国的市场份额 然而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 三位经济学家 拉胡尔 乔汉 罗希特 兰巴和拉古拉姆 拉战指出 手机零部件的进口 如电池 显示器和半导体 也大幅增加 印度似乎更像是手机中间商 而不是智能手机巨头 越南与美国的贸易 正在蓬勃发展 但其生产 仍与中国的供应链紧密相连 这意味着增长的大部分 可能来自几乎没有越南内容的产品 在极端情况下 越南的出口 实际上是从中国重新路由的 正如美国商务部偶尔抱怨的那样 越南向美国的出口 与其从中国的进口之间的相关性 现在比特朗普先生的关税实施之前 显著增加了 这表明这个东南亚制造业的高飞者 越来越多地充当起了中间商的角色 将中国的生产与美国的需求匹配 在墨西哥 情况更加复杂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规定的标准要求 更高的区域价值含量 意味着对出口进行审查 以确保在北美进行了生产 在一些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激增的行业 如汽车生产 很难归因于脱钩 因为中国从未向美国大量出口汽车和零部件 2018年中国仅占美国此类商品进口的6% 尽管如此 墨西哥对中国工业供应的进口激增 自2019年以来增长了约40% 即使在美国的后院 脱钩也不会按计划进行 因此 总体来看 中国的供应链可能不太显眼 但他们对美国经济仍然至关重要 他们会保持其关键作用吗 特朗普先生已经威胁称 如果他在11月当选总统将对所有中国产品征收巨额关税 这样的关税可能足以鼓励一些公司永远离开中国 习近平的侵略行为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其他地方都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 几十年来 一些目前充当生产线最后一步的国家 可能会发展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能力 并挑战中国的地位 在美国或中国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不要指望很快会有太多改变 许多国家很乐意左右逢源 接受中国的投资和中间产品 并向美国出口成品 中国的巨大规模和制造业专长提供的经济效率 是维持现状的有利因素 脱钩可能是强有力的言辞 但那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政治局誓言 在缓慢复苏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目标 彭博社 中国最高领导层 即由24名委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承诺完成今年的经济目标 防范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 会议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 该报告将于下周提交给立法者 并由李强总理在3月5日开始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宣读 政治局重申需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并承诺加快新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在保守国家机密安全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障碍 彭博社 中国国家安全部警告说 随着国家寻求更安全的保护机密信息 保护国家秘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习近平一直在加大力度加强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家机密 扩大敏感信息的法律框架 并颁布了全面的数据安全法 最近对国家秘密法的修改 包括强调共产党对保密工作的控制 加快保密教育 鼓励保密技术创新 修订后的法律将于5月生效 中国有数千名纳瓦尔尼 但不像公众公开 纽约时报 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 讨论了中国缺乏与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相当的人 作者指出 虽然中国有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 公开反对中国政府 但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或领导人 作者重点介绍了 任志强 刘晓波和许志勇等人的案例 他们因批评中国政府而受到影响 作者认为 中国缺乏突出的反对派人物 是由于政府的独裁性质及其对意义的压制 大众与小鹏汽车合作将于2026年 在中国大陆推出两款电动汽车 南华早报 大众汽车VW正在与中国电动汽车EV 制造商小鹏汽车合作 为中国市场开发两款中型电池驱动汽车 这些车辆将基于联合采购活动 和技术共享进行设计和制造 从而将开发时间缩短30%以上 去年大众完成了7亿美元的投资 收购了小鹏汽车4.99%的股份 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商表示 其供应链将提供成本优势 首款推出的车型将是智能SUV 此次交易达成之际 全球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跟上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全球最大市场的步伐 秘密军事文件揭示 俄罗斯何时考虑使用核武器 包括摧毁其20%的弹道导弹潜艇 FT 美国雅虎 根据泄露给英国金融时报的文件 俄罗斯已经制定了 部署核武器的设想 2008年至2014年的文件 概述了俄罗斯需要摧毁多少军事防御系统 才能引发核战争 例如 如果俄罗斯消灭20%的战略弹道导弹潜艇 就会考虑采取核反应 这些文件还包括 中国入侵俄罗斯的情景 以及俄罗斯何时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 部署核武器的情景 议程上有很多有争议的问题 澳大利亚和中国准备高层会谈 澳大利亚ABC 预计中国外交部长将在未来几周内 访问澳大利亚进行高层会谈 两国都在为中国总理李强 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 尽管总理访问的日期尚未确定 但消息人士称 访问可能会在今年年中左右进行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官员计划主办第七次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 最有可能在三月下旬举行 中国还可能在下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宣布一位新的外交部长 集体王毅 随着政策宽松压住的增加 中国超长期债券延续涨势 彭博社 随着中国超长期债券加速上涨 投资者压住中国将出台新的货币宽松政策 中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过去五个交易日中下跌十一个基点 为2022年8月以来的最快跌幅 并处于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被视为投资者预计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以支持该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复苏的迹象 当前 中国面临住房危机 通货紧缩压力 出口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 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下调关键政策利率 表明对货币稳定和中美利差的担忧 比亚迪美洲区首席执行官司表示 正在寻找墨西哥电动汽车工厂选址 南华早报 中国电动汽车EV制造商比亚迪 正在墨西哥寻找建厂地点 以提高其在当地市场的份额 比亚迪美洲公司首席执行官李斯特拉表示 该公司预计在今年年底前选定地点 该工厂将具备年产15万辆汽车的生产能力 分析师表示 中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迅速改进其汽车 甚至在信息娱乐系统和自动驾驶等某些领域 比全球竞争对手更快 比亚迪将墨西哥视为一个 具有强劲增长潜力的大市场 房地产补计和干预 推动香港股市录得2023年1月以来最大涨幅 南华早报 随着政府采取措施重振房地产市场 香港股市上涨 创下2023年1月以来的最佳阅度表现 中国的国有机构已进行干预 以遏制信心的下滑 同时当局也遏制了对冲基金对交易的干扰 当地时间上午11点08分 恒生指数上涨0.6%至16630.17点 本月涨幅达到7.5% 科技指数也上涨0.6%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3% 美国调查中国汽车的安全风险 官员考虑限制 彭博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 美国商务部将调查中国电动汽车EV 和其他联网汽车带来的潜在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 虽然尚未提出禁令 但可以限制车辆或零部件的进口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 由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征收27.5%的关税 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受到限制 这项调查旨在保护国家安全 并担心仅靠关税不足以阻止中国电动汽车进入该国 报告称台湾军方向黑客泄露了敏感数据 彭博社 据当地广播公司PVBS报道 台湾军方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数据遭到泄露 黑客能够从中华电信和台湾主要国家安全部门获取敏感文件 包括来自军方和外交部的数据 据报道 黑客提出出售台湾最大电信运营商1.7PB的内部文件 其中包含该公司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实体签署的合同 台湾官员警告说政府机构和公司每月都会受到来自中国的数千万次网络攻击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人追求小奢侈 百威啤酒 青睐优质啤酒 彭博社 百威啤酒亚太区计划将其优质产品的销售扩大到餐厅和酒吧以外的地方 抓住消费者对生活小奢侈品的渴望 尽管他们在中国大陆经济低迷时期不愿进行大额购买 首席执行官Jan Krebs在香港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中国正在出现高端化的巨大势头 我们认为这种趋势在未来不会改变 因为这是一种触手可及的奢侈品 啤酒是一个有弹性的类别 英国和美国谴责香港拟议的新安全法 日本时报 美国和英国批评香港政府拟议的新国家安全法 称该法将限制香港的自由 该法是针对2019年香港发生的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而制定的 旨在惩罚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主义 勾结外国势力等犯罪行为 美国和英国都表示 担心该法律将限制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澳大利亚法院因外国干涉有利于中国而入狱一名男子 日经亚洲 澳大利亚一家法院判处 第三Sani Duong最高两年零九个月的监禁 这是该国外国干涉法首次判处徒刑 Duong因准备或策划外国干涉罪而被定罪 他向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口的联邦部长艾伦 塔奇 艾伦塔吉 捐赠了37,450澳元 24,400美元 法庭获悉 这笔礼物是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式 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政策的计划的一部分 阿里云宣布大幅降价 争夺人工智能客户 美国雅虎 阿里云宣布将旗下一百多种产品平均降价20% 部分产品降价幅度高达55% 此举出台之际 云提供商之间为吸引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等用户 而展开的竞争家具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腾讯控股等竞争对手已经降价 该公司旨在鼓励开发人员 使用其云服务来构建数据密集型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程序 量化打击扩大 中国禁止高速期货交易 彭博社 中国继续打击计算机驱动的投资策略 禁止另一支表现最佳的量化基金进入股指期货市场 上海维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因利用高频交易规避多种股指期货交易限制 被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封禁12个月 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针对量化基金发布了这项禁令 这些基金被指责其直接市场准入产品加剧了市场低迷 指责政客出卖澳大利亚给间谍 到底是谁 南华早报 澳大利亚安全局长指责一名前澳大利亚政客将国家出卖给外国势力 马克·伯基斯表示 来自一个为透露姓名国家的间谍小组培养并招募了这名政客 后者组织了一次海外会议 间谍在会上冒充官僚 针对与会者进行招募 这一揭露引发了要求透露此人姓名的要求 证件人士警告说 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引起所有政客的怀疑 中国科幻小说如何从地下变成Netflix大片 美联社 中国的科幻小说类型必须处理与政治和审查制度的复杂关系 才能成为该国最成功的文化出口之一 这一类型通过作家刘慈欣的作品获得了国际认可 其小说三体于2015年获得余果奖 并将被改编成Netflix剧集 然而 围绕这一成功的政治争议在2023年凸显 当时有指控称余果奖组织者取消候选人资格以安抚中国审查机构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 中国科幻小说仍在继续发展 并有望通过Netflix改编的三体吸引更多观众 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之路充满挑战 这种流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消失了 当时文学被定位为资产阶级 随着中国开始向世界开放 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重新兴起 但在80年代初政府发起清除国家精神污染的运动时 再次遇到障碍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科幻小说在成都继续蓬勃发展 其中《科幻世界》杂志引领潮流 1997年 该杂志在北京主办了一次国际会议 改变人们对科幻小说的负面看法 这一努力得到了回报 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 并未获得国际认可 铺平了道路 习近平表示 中国准备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彭博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接待塞拉利昂总统朱利耶斯 马达 比奥什承诺 为发展中经济体发出更大的声音 习近平表示 两国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共同努力 共同维护非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国一直在努力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 习近平将一带一路倡议 视为美国领导全球领导力的替代方案 澳大利亚邀请中国王毅下个月访问 南华早报 彭博社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应邀于3月份访问澳大利亚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随着两国双边关系的改善 此次访问预计将重点讨论一系列问题 澳大利亚希望在3月底之前 完成对中国葡萄酒出口高关税的审查 此次审查由中国于2023年11月发起 对澳大利亚大卖的关税 进行了类似的审查程序 最终导致制裁解除 王毅预计在访问期间 将在堪培拉度过一天 在悉尼度过另一天 新公布的记录称 加拿大被解雇的科学家 未能保护敏感信息 美联社 根据最新公布的记录 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学实验室的 两名科学家邱香果和他的丈夫程科定 在审查发现 他们未能保护敏感资产和信息 并且未能承认与中国的合作后失去了工作 2019年 这两名科学家应对加拿大的忠诚度 以及可能受到外国实体胁迫或剥削的问题 而被取消了安全许可 这些科学家于2019年被护送出实验室 随后于2021年被解雇 中国王毅收到澳大利亚邀请 这是两国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受邀于3月份访问澳大利亚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这次访问预计将涵盖一系列问题 包括一项新的科技协议 奥库斯安全联盟 以及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因间谍罪名被判刑 此次访问之前 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升温时期 自去年11月安东尼 阿尔巴内塞总理访华以来 贸易基本实现正常化 然而 解除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和龙虾的制裁 以及签署科技协议等问题 不太可能很快得到解决 分析师表示 北京监管租赁费用的举措将提振租赁市场 南华早报 分析师称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措施草案 要求住房租赁公司将租金存入第三方托管账户 中国的长期租赁市场 该提案将在3月5日之前公开征求意见 旨在支持北京于2022年9月实施的现有住房租赁法规 拟议措施将规范任务并保护租户权利 北京市房地产经济协会负责解决租户与租赁公司之间的纠纷 报告称 中国民兵在南海的存在有所增加 彭博社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 去年中国在南海的海上民兵船只数量增加了35% 该倡议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部分 确定每天平均有195艘民兵船只出现在争议水域 报告称 中国声称这些船只从事商业捕鱼 经常与中国执法部门和军队合作 已在争议地区实现政治目标 中国脆弱的小企业已经拖欠款项急需付款 南华早报 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市场需求萎缩和付款延迟给中国小企业带来了重大挑战 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9252家小微企业中 71%的应收账款未清 平均金额为10万03千元人民币14300美元 约占季度收入的三分之二 报告还指出 现金流可持续能力不足一个月的企业比例 从20.6%增加到30.4% 而企业表示 延迟付款加剧了他们的运营挑战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机构 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度brief.com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Lelofon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